会接到移民署的电话 他会问你一些问题 你们家都有谁 然后你现在房子是住了多久 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你和你老婆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什么时候是在一起的 你们有没有拍婚纱照 有没有给老婆加聘金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两岸结婚的流程 然后以我们两个实际结婚的过程分享给大家 对我们总结了总共有12个步骤 然后从我们两个一开始申请第一份文件 到最后全部办完 大概是花了半年的时间才把它跑完这样子 那下面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过程 让大家看看一个台湾人和一个大陆人结婚 这个手续有多么的复杂 好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台湾这边要办理单身宣誓书 还有吴血清证明 单身宣誓书就是有一份文件证明 你没有结婚 你不是在一个婚姻的状态 对就证明你在台湾是单身的状态 对对对对没有婚姻的状态 所以你要一份文件证明 然后吴血清证明呢 这一份是要证明你跟你的另外一半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两份证明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证本寄给我 然后影本是借由海基会 再寄到我家所在的这个省公正协会这样 然后我在收到了老公寄来的这两份文件的证本之后呢 大概又等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对对对 那个省公正协会才收到海基会寄来的那两份影本 我就带着我的证本去到省公正协会去验证单身宣誓书和吴血清证明 这两份文件的证本是真实的 他就会给我开机一份证明 嗯 与正本相辅的证明信这样子 在得到这份与正本相辅的证明信之后 我们两个就可以进行下一步 也就是在大陆登记结婚了 对 那在大陆登记结婚 这个也是两岸婚姻必须要走的一步 就是要先在大陆登记这样 对现在大陆登记 连池区民政局登记 哦 婚姻登记处 结婚证给大家看看 结婚证就是 这个 这是盒子 对对对 这是放结婚证的盒子 对 这个因人而异 你可以有这个盒子 打开后这里面是存放 结婚证的 我们两个人结婚证的 他有两本 对 对一人一本 一本是男生的 一本是女生的 对对对 就是里面的持证人不一样 一个持证人是我 一个持证人是老公那样子 嗯 给大家晃眼 里面有照片 对照片跟结婚证字号 结婚证字号 就这样 结婚证 嗯 好 好 那登记完之后 登记完马上去公证处 对登记完以后马上进入下一步了 就是去公证结婚证 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两个本子 红色的本子 就这两个本子 公证这个本子是真的 然后公证处呢 他出了公证书之后 他不会马上给你 他是会先把影本寄到省公证协会 就是前面那一个老公寄来文件的 收文件的那个地方 省公证协会收到之后 确认无误 然后他会通知我去领取这个证本 同时呢 这个影本又会由省公证协会寄给海基会 寄给台湾 寄给台湾海基会 然后这个文件呢 到了海基会之后 可以拿着你的证本文件去海基会验证 验证说我们在大陆的结婚证是合法 是合法 是有效的 是真的 对 然后再下一步 然后下一步呢 台湾这边要去移民署 帮另一半申请 大陆配偶来台团聚申请书 这算是入台证的 对入台证 这就是申请入台证嘛 对 写完表后两周会接到移民署的电话 大概10到14天不一定 我们是12天 嗯 会接到移民署的电话 他会问你一些问题 你们家都有谁 然后你现在的房子是住了多久 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你和老婆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你们有没有拍婚纱照 有没有给老婆加聘金 然后老婆的职业是什么 老婆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 老婆之前有没有来过台湾 老婆有没有见过你的家人 然后就是比较临时的会说 他要去你家家房方不方便 然后那时候我在上班 然后家里只有爸爸在 所以我们当然事先都已经准备好一些照片 资料放在家里 避免移民署他要来家房 没有东西在家里 这样移民署打电话给我的同时 我就打电话通知了嘛 嗯 所以通知爸爸就在家里等嘛 等了老半天都没有人嘛 后来爸爸下去问 就说移民署的人来过 但是可能在楼下拍个照 还是干嘛 他就走了 就没有上来 对 在每一个地区可能不一样 有的可能真的会去你们家家房 我们遇到的情况就是 移民署可能就是来验证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住在这个地方 还是怎么样的 家房后 那个移民署就会打电话通知你 约你去移民署面谈 那面谈他会 他会记张通知书吧 对对对 他是打完电话之后 好像隔几天 他记张通知书来 然后你需要带身份证 在此证明啊 或者是你们夫妻两个人 一起出友的照片 你们的生活照啊等等 他要求你带的对吧 然后他现场问完你 他面谈的问题之后 他会同时连线老婆那边 就是你大陆另外一半那边 他会把刚刚问你的问题 再重新问一遍 然后看一下你这两边的回答 是对不对的上 对不对的上这样 去面谈所问的问题 都大多小密码 不一样啊 去现场面谈的时候 他再来是问说 女方家里的格局 哦对对对对对 女方家里的格局长什么样 有几台空调 有几间卧室 独栋的还是公寓式的 对对对对 然后有几层楼 对 几间厕所 他要问一下 你这是不是真的去过女方家 对对对 是不是认识过女方家的家人 因为考官问我说 你们有没有玩线上游戏 还是玩什么手游 对对对 那我就说有的话 也大概就只有这个 线上麻将的游戏吧 我有讲 然后考官问你的时候 他说没有 没有对好口供 对后来 没有 但后来我显得 我想起来有这个 因为那个也是很偶尔的 对对不是很常玩 对所以我当下没有反应过来 然后我还记得 考官移民署的官员呢 他很和蔼 真的我记得是一个 不知道是阿贝 还是大哥的一个 对了 我一开始很紧张 但是他态度特别特别好 然后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说 面谈完之后 考官就跟你说 应该过几天就可以发入台证 这样子 就代表我们通过了的那种感觉 通过第一阶段的面谈 就是面谈后呢 大概过了四天 我就收到那个移民署的简讯 告诉我可以去领老婆的入台证 领了入台证之后 就先把这一份入台证 找一个彩色版的 先E-mail过去给老婆 然后证本呢 再顺丰快递寄过去给老婆 因为这一份文件 也是需要验证的嘛 呃 不是说验证 就是下一步 我在办大通证的时候 他要看这份文件 我这边办理完大通证和签注之后 就可以准备机票了 然后机票要注意 是买往返的机票 因为真的有可能 这一步 机场面谈的时候 有可能会 就出不来 对 就是你已经飞机 已经到了 已经到台湾落地了 但是你没有办法 跟你机场外面的先生或太太碰面 就是在机场面谈这一个环节 如果没过的话 就直接再飞回大陆 就是同一个移民官 他先问我 就先问大陆的这一方 问的问题 又跟之前的有雷同 但又有不一样 他问的更细 真的 有没有买钻戒 钻戒多少钱 哦 然后什么 第一次去台湾住在哪里 他会根据你之前 提供的那些口供 然后再衍生更深的问题 对 我还蛮紧张的 那个 然后问完我之后呢 同一个移民官 他会再出去跟老公 再在另一个房间 再谈 再把刚才问过我的问题 全部再问老公一遍 机场面谈过了 OK你就可以在那个入境大厅 就接到你 接到你的另外一半 对 我就出来了 这样子 所以机场面谈完之后呢 嗯 我们就是在台湾办理登记结婚 对 然后登记结婚后 还要去做提检 对对对 做完之后 他会直接寄给移民署 正本好像是寄给我们 但是副本 他们就给移民署了 反正会有移民署那边会有资料 对对对对 提检报告下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移民署申请我的一天拘留的拘留证 就是那张蓝色的卡片 嗯 后面这一步呢 是我要回大陆 再在大通证上加签嘛 第一次我获得的那个签注是半年内单次往返 嗯 但是在我获得了台湾的拘留证之后 我就可以拿我台湾的拘留证回去 再在大陆 还是一样的这个机构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厅去加签 新加的这个签注呢 就是三年内多次往返的 嗯 这样下来就是完整的一个 过程了 嗯 嗯 那我们两个人的婚礼的这个 这个流程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在大陆那边就是只有 我的奶奶这边的和姥姥这边的 对外婆这边的 对我们就只办了三桌 早上去领证 然后领完证赶快去公证 公证完就去婚宴现场 对我们就是简单的家人在一起 对在台湾这边我们是没有办 我们没有办任何婚礼 对我们没有办婚宴 我们就是简单的登记 对就是这样 也就是这么简单 家人知道就可以 对家人知道就可以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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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 我都要 Fantastic 我都要把餐廳藏下了 我一天要把餐廳放好 他都要不要洗浆 我 destined出一個餐廳 我都要睡醒了 今天早晚睡醒了 感谢观看